他可能可以為你帶來很大的金錢 但他很有可能也會破壞遊戲的品牌 所以大家在使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是要謹慎小心 就是要思考一下 今天是不是要一開始就可以擁有這麼龐大的金錢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可怕的一個小bug 在網路上我看到有這個 可以無限複製出物品然後再拿去轉賣 可以在短時間內賺取大量的金錢 但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在之後的版本可能就會被改掉了 但我看到以後我就想說 這會不會是什麼破解啊還是什麼之類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我來驗證一下說 這個方法到底是可行還是不可行的 好那我們事不宜遲就開始吧 因為基本上這個辦法一個人就可以做到 一台主機就可以做到 你只要有兩個joey cone 你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 但是前提是你要先在你的主機上面開另外一個帳號 就是你有另外一個島民有兩個人這樣 好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首先呢你要先找到一個地方 然後把你身上所有的東西都先放在地上 因為你等一下要裝那個無限複製的東西 所以你要把所有東西都掉在地上 就像這樣 沒錯 好那接下來呢 你就把你的手機打開 選召集居民 然後選擇你開的另外一個人 然後把他邀請進來 然後你就把兩個控制器準備好 然後設定好以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控制兩個人啦 然後開始走到了這個準備好的地方 先把你的switch收起來 然後找到一個檯子 然後把檯子放好 讓兩個人站在對面 把switch放在上面 然後呢 把另外一個人移到那裡 然後開始按A 他就會拉東西 然後按下 他就會開始轉這個桌子 然後在轉桌子的時候 轉到下一個位置的時候 另外一個搖桿 再按Y拿東西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就會開始複製一樣的東西 但東西不會不見 可是他這個拿東西呢 他有一個 時機點 如果你時機點不好的話 你就會拿不到複製的東西 如果依此類推 你就可以一直這樣 複製複製複製 把它複製到滿 OK 好 那像現在這個樣子 我已經複製全部的switch了 然後因為我看到測試啊 我是看到switch的賣價是最高的 那我想要看一下他到底賣多少錢 那我就進去找豆里 然後問他說 我現在要賣我的switch 那switch是多少錢呢 然後我就想說 好那不然我先賣一台看看好了 先請他來估個價 沒錯 是switch 749 這根本已經是日幣了吧 會不會其實零錢的單位就是日幣呢 好 然後我就想說 好那不然我來把它 全部賣掉好了 他會不會只能賣一台呢 那不然我來賣看看好了 好的 我們把所有的switch都選起來 哇靠 13萬欸 天啊 這 這真的不是 不是破解版什麼之類 就是真的 真的真的可以這樣賣欸 好 所以 我就想說 那我試試看我有沒有辦法在很短的時間內 比如說賣到第一桶金好了 好我現在就開始就是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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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轉 轉 我的建議是 轉兩次再拿一次 會比較好拿 因為有時候他其實是有一個時機點的 沒有抓好的話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複製到 所以就是 轉兩次 拿一次 轉兩次拿一次 我覺得會比較好抓啦 就大家可以試試看這樣 然後這樣一直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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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那我們再去把這個商品再賣一次 然後全部都賣掉的話 一樣是 就是一樣的價錢 然後 然後 哇塞 因為他錢可能還會滿到 沒有辦法裝在你的錢包裡面 他會分一個大錢帶給你 然後我就想說 好那我先來把這個存款給存進去吧 就是你知道在現實生活中沒有辦法賺到這麼多錢 所以只要一次在這個場合裡面 能偷偷使用這個bug 然後拿到很大量的金錢 好 我決定 要繼續再去賺 然後最後呢 我就是大概 我花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 我大概就累積到 100萬了 對 然後就覺得 哇這真的太瘋狂了 這 這個 這個做法 這可能真的是一個bug嗎 他下一個版本到底會不會改掉呢 就是 非常驚訝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 試試看這個東西 對 但是就是 我覺得他就是 呃 他可能可以 為你帶來很大的金錢 但他很有可能也會破壞遊戲的平衡 所以大家在使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是要謹慎小心 就是要思考一下 今天是不是要 一開始就可以擁有這麼龐大的金錢呢 對 反而總而言之呢 今天這個 短時間內 這個驗證這個bug 這個東西呢 算是 他真的是存在的 以目前的這個版本來講 他是還沒有消失的 所以呢 看大家如果還有什麼很新奇的東西的話 其實也可以分享給我 讓我來試試看說這個 操作起來是不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好 那我們這個第一集的動物之聲 就先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 掰掰